大家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今天的正门课呢 继续介绍 Potential Omistry 这一章 二、三章 我们上节课 最后是讲到 Glass Eventual 玻璃电极 那我们用玻璃电极呢 去测一个溶液里面的 轻易质浓度 或者是PH值 然后它整个装置的话 是有一个玻璃电极 然后一个探口电极 玻璃电极相对探口电极 它的电位 我们有一个PSMeter去量出来 那么这样一个装置图呢 这个装置图呢 它可以用所谓的Line Diagram 用这样一个符号的方式来表示 OK 还用那个符号的方式呢 好 那 我不晓得自己的麦克风有没有效 有效 要轻一点 可以来那么近才有效 可以来那么近才有效 好 那我们要量的是 分析溶液里面的清密的浓度 那 你量到的是一个电位 那这个电位是在 什么地方的一个电位呢 那那个电位就是在 在这张图里面 所以你可以继续 好 是这个电位 随着你的分析溶液 里面的清密的浓度改变的话 是这个玻璃电极跟 分析溶液接触的这个界面 这个表面 这个电位 它会随着清密的浓度改变而改变 那你整个的一个系统要测的 就是这个电位 那其他的你还有另外四个电位呢 它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一个定值 是一个定值 所以你测到的一个电位改变 事实上就反映出来 这个玻璃电极的这个模 这个外 应该说service 外面service 它的这个飞机溶液的界面 这上面的这个电位 OK 那 这个电位的话 我们有这张图 我们上一节可以讲过了 这张图呢 能够表示出来 就是这个是带为一个玻璃模 玻璃模的里面有一个0.1mol HCl 所以清密浓度是固定的 而且算是蛮高 0.1mol这个浓度算是蛮高 所以呢 你的玻璃 玻璃模 Glass Membrane的内 那个 内层 它的SIO 上面所接的清密浓度会比较多 接的比较多 那不管多少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内层溶液 internal solution 内部溶液呢 清密浓度固定 所以它接上去的量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电位呢 在这个内层的玻璃模上面 它的电位是固定的 我们再或者是 对你的external solution 就是你的analyze solution 接触的这个面 那么当你的清密浓度比较少的时候 那么你接上去的 就接在SIO的这个位置的 清密子呢 就会比较少 也就是说 没有接的这个 这个负电荷的位置会比较多 比较多 那 那 当你现在放入一个溶液里面 清密浓度比较高的话 就代表清密浓度增加了 那么当然 接上 到这个SIO负的 这个表面呢 那清密子接上去的量也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接的量比较多的话 那整个的这个膜上 没有接的这个负电荷比较少 也就是说 你在乎的这个膜上的电位的话呢 因为负电荷比较少了 位置比较少 没有接的 所以它的电位应该是增加的 所以你先看到的 这个量到的这个电位呢 就是这个膜上的电位 它的改变 这膜上电位的改变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indicator 这个电位的改变 那么它跟你的清密子浓度 你的分析标准的清密子浓度呢 增加的话 接上去的清密子 就是在那个膜上的 那个负电荷的位置 接上清密子比较多 所以呢 没有接的比较少 所以它的电位呢 变得比较正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正的行 所以到后面 各个上一而再的提醒同学 我们看到最后你的 potentiomics的方法里面 你用一个离子选择电机 在这边讲的是玻璃电机 你量到这个电位呢 跟你要测的分析物离子 那么中间的关系呢 是很像 很像一个nurse equation 是叫nurse-like equation 但是它并没有这个 并不是有 这个关系式呢 是很像nurse equation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 洋华因办法发生 那么第二点呢 你今天测的是洋离子的话 在这个关系里面 这个地方就是正 增加 这个关系这样 那么待会你要测到 浮离子的话 浮离子是带负电贺 负一价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负 代表说你浮离子越多的话 你量到电位呢 是下降的 所以这边是减 那一般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会希望是 你量到电位跟ph的关系 变成去full log 所以变成一个ph的关系 这跟正号变成负号 我想这是很明显 你要记的话 也许就直接记这个关系式 像nurse equation 这个关系式 然后你把它变成ph值的话呢 直接full log 变成ph的关系 我们讲这边 同学没问题 我上期已经讲到这边了 现在复习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要继续讲了 那今天还要讲的是一个 所谓干扰 分析化学里面 你们上学期已经 讲过很多的一期分析的方法 那很多的一个内容呢 其实讲到就是干扰 不管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很多时候都避免不了 会有干扰 也因为有干扰的 这样一个理由和原因 所以让这个分析方法呢 变得有它的复杂性在里面 你必须知道 什么东西会干扰 或者什么状况之下的干扰 怎么样去避开干扰 那么在你选择电机 所以一个方法里面呢 也是有干扰 虽然说 我们一再强调 你的这个membrane 本身 它就具有选择性 本身就具有选择性 那像这个玻璃电机 它是对氢粒子 有特别好的一个氢泽力 它对氢粒子的分析 结合是特别特别的强 那相对来讲 对其他的离子 比如钠离子 那么就 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氢泽力 也就是它的干扰会比较小 那但是 并不说完全的排除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一关干扰的事情 那么今天假如说我要测一个溶液 里面这个氢粒子浓度 是贴脂 那么现在由于胃溶液呢 有缆胃溶液 都是相同的 氢粒子浓度相同 但是由于杯呢 是没有钠离子 我们假如说 考虑有一个干扰离子 这个离子是钠离子 那么它的干扰 会有干扰的话 钠离子干扰比较大 那一杯是这个没有钠离子 另外第二杯呢 有比较高浓度的钠离子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测 这里面氢粒子浓度 两杯是一样 一杯有钠离子 一杯没有钠离子 那你就去看 去测一下 这两杯里面测到的这个电位 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说两杯测到的是一样 一样的电位的话 代表说 那离子有没有干扰 没有干扰 对不对 存在不存在 结果都一样 测到的电位都一样 代表那离子没有干扰 所以说你的这个 一个离子 它对你的测量 有没有干扰的话 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用一个式子 来把它表示出来 在这个式子里面 大家看一下 我要测氢离子 你的对象 分析离子呢 是氢离子 就是这个氢离子 前面这一项 最关键是跟上面这个一样 那中间呢 是多了第二项 那这个第二项呢 就是把你 你认为说 你要保存 你想知道 这个钠离子 是不是有干扰 你把它放在 它的浓度呢 放在这个B这一项 然后前面有一个系数 K HB H代表说 你要测的是H离子 就氢离子嘛 那B呢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干扰离子 所以假如是钠的话 这边就是钠离子浓度 然后这边就是钠 B就是钠 OK 那所以这一个离子呢 有没有干扰 就看这个K 这个系数 所以这个系数呢 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这张方法里面呢 特别单独的 去给它一个定义 或者一个命名 叫做Lantivity Prohibition 选择系数 选择系数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是 干扰系数比较好 就是你这个离子 因为是看干扰离子嘛 那离子 它的干扰系数 就是这个 这个K值多大 那它是叫选择系数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给它乱改 因为这是大一个公用的 那我个人觉得应该 真正的意义呢 应该是干扰系数 就是这干扰离子呢 到底有没有干扰性 那 那 这个K A X 一个通式 A是代表你的分析物离子 X代表干扰离子 那它的一个定义呢 可以这样看 就是 你的这个 选择定习 那么对A 是你的分析物离子 它的response 然后浓度一样的话 浓度一样的话 然后对你Facial离子的response 当作分母 然后对你干扰离子 会不会干扰 这个X 那么它相同浓度的时候 它的response 当作分子 这个Ratio呢 就是K值 就是K值 所以这个Ratio 你可以看出来 那么 越小的话 这个干扰离子的干扰 是越大的越少 认为越大的举手 认为越大的举手 认为越小的举手 啊 不错啊 大部分东西都举手了 没有错 所以K值呢 假如定义是这样的话 你明显可以知道 那么K值越小 是越好 所以K值越小的话呢 那么你要参考的是干扰离子 它的干扰性 对你的这个设定呢 设定氢离子 钠离子干扰 然后K值越小的话 那么干扰子越小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重要的一个关系 好 这个是这样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当初不晓得这个 第一个人发表的 Table里面呢 他自己给了一个名字 和定义了 这个P值呢 系数叫做 selective coefficient 选择系数 那但是我觉得 应该叫干扰系数比较好 因为你看它是干扰性 或别人这样定义了 大家都要用 我们就这样用 东西没有问题啊 好吧 那考一下同学 你的英文 我们看一下这个 英翻的时候 你怎么翻啊 来帮我翻一下 他有个翻译 五分钟而已啊 五分钟而已啊 不是 中翻 英翻中啊 怎么算式 还怎么算式 把这一行把它翻成中文 它什么意思 一半钟 谢谢 五分钟了 还是三分钟了 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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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钟